吃苦宵夜,享受消福报 每一个人在人间受的任何一种苦 都是菩萨对我们的一种考验 因为你要是想一事修成 就得百炼成纲 吃苦就是宵夜 年轻时候吃苦 总比年纪大吃苦好 年纪大时再吃苦 再加上报应 那是真苦 年轻时候吃点苦 还不觉得太苦 为什么说 吃苦就是宵夜 因为当你在吃苦的时候 你实际上就是在受报 受报就是在宵夜 就像每一个做老总的 他都要去基层吃苦 他不懂或者他不在 每一个基层吃苦 就做不了老总 就像你作为销售总监 要懂得推销 销售 经营 交际 等等 不学不懂 不学不懂 学的时候当然比别人要辛苦 什么都要会 才能做好总监 今天做医生 需要对人体的所有器官等 都有个了解 做医生学的时间比别人长 吃的苦比别人多 否则怎么当好医生 中国有句谚语 知己吃彼 百战百胜 想战胜自己的错误 你必须了解自己的错误 想战胜自己的贪嗔痴 你必须了解自己身上 有多少贪嗔痴 其实 当你在人间吃苦的时候 就是在锻炼你的意志 我们从身处来就吃苦 谁都逃不过 生老病死 小时候 我们看见 邻居家里 有个小孩子生病 爸爸妈妈 要给他喂药 结果 这孩子尝了一口 苦的 两个小拳头 两个小腿 拼命地挣扎 嘴巴死也不肯张开 结果 他妈妈让他姐姐 在边上帮忙 捏住这孩子的鼻子 因为 小孩子鼻子一捏住 不透气了 嘴巴就自然张开 哇哇大哭 就在哭声当中 把药灌下去 这个时候 心里就在想 人为什么 从小生出来 就要吃苦 这个就叫 生苦 老苦 病苦 更是苦不堪言 死的时候 更苦 佛陀讲的 人生八苦中 生老病死苦 谁都逃不掉 要想出六道 必须要脱离 生老病死 所以 大家想一想 在人间 为一点名和力 再去争斗 有什么意思 想想 这四种苦 就已经够 你瘦一辈子的了 就算 苦中取乐 也是苦 举个简单例子 一盘苦瓜 一盘苦瓜 就算 里面放了一点 红枣甜的 但是 基本的是苦瓜 就算甜的红枣吃掉了 接下来 还是苦瓜 苦瓜 连根苦 甜瓜 连根甜 人道 消夜苦 不苦 哪来甜 师父曾经讲过 文殊菩萨一个故事 文殊菩萨 下凡开示众生 有一首诗 现在听起来 还是那么回味无穷 师父再与大家分享 苦户连根苦 田花彻地甜 三界无浊处 智史阿师贤 坚强 这两个字 不是你说的 而是靠你的意志 能坚强的人 他才会有信心 金刚之心 要有毅力 也要有恒心 能够吃得起苦的人 才能成为金刚化身 金是什么 不会坏的 钢是什么 不怕锤的 所以 金刚 一个是永恒 一个是不怕锤炼的意志 所以 我们学佛人 第一 要永恒地学 还要不怕吃苦地 锤炼自己的意志 意志坚强 只如金刚 这样 才能修成佛性 我去讲 百炼成刚 想一想 哪个人 不是吃苦 才能成功的 你就是读个大学 都这么辛苦 小学时 要做个三好学生 你必须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都要做好事 每天下完课 人家回家了 他在那边擦黑板 帮助直日生扫地 做一天容易 能够做三百六十五天 就不容易了 万恶迎为首 百事笑为先 不要人太监 到处有风险 佛有心不变 心如磐石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茂雅